心和心的行为是一样的 人和人良心都好 这个时候 你把佛法、佛源可以传给他 他也能接受你的佛法、佛源 这叫心心相应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如果所传之法 对方的心所不能接受 传也没用 叫无用无益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老公脚趾被压断 菩萨保佑找到好医生做手术 早两个月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老公掉到井盖下面 我拼命呼叫救命 梦就醒了 醒来意识到这是菩萨提示老公有节 我赶紧许愿放生1200条鱼 2024年7月31日 我老公早上去买菜 走到红绿灯时 被一辆摩托车压到脚 断了三根右脚趾 今年正好是老公369节 我赶紧许愿给他的药精者烧送21张小房子 求观世音菩萨帮我老公找个好医生 手术成功 菩萨保佑 我们星期一住院后 是主任医师帮助开刀 而且手术很顺利 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 虽然菩萨保佑一切顺利 但还是需要重视 最开始梦到以后 应该许愿小房子的 但是因为念不过来 我只许愿给他放生 所以节还是发生了 如果能在最初就许愿小房子 并开始烧送 会提前宵夜 这个事情也可能不会发生 所以师兄们也要以我为戒 正所谓人生无常 防不胜防 师父开示 只要你天天念经 就是天天在削这个夜 可以帮助我们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前几天烧菜时不小心 把锅盖边插在锅底和炉子中间 当时锅子在烧 发现时 夹在锅底的那部分锅盖 已经有点烧焦 我急忙把锅盖抽出来 想冷却一下 就把锅盖放在水龙头下面冲 没想到 锅盖是钢化玻璃做的 迅速的温度变化 让锅盖瞬间炸裂成无数玻璃碎片 过程相当可怕 现在回想还心有余悸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 人没受伤 而且幸好当时戴了眼镜 平时烧菜一般不戴眼镜 眼镜也没事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正信正念找回般若二 下 二 为何要正信正念 修出般若智慧 找回般若智慧的重要性 三 佛法开示片段 十二 做有智慧德能的人 向内心寻觅真正的佛性 摘子 白话佛法视频开始 第五十五集 乳心本性观自在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有智慧德能的人 有智慧的人能够安排好自己的心态 有道德的人能够安排好和别人的关系 要向心内 要向心内 寻觅你的真正的佛性 你就能成就你内心的真佛 所以要点亮好自己内心的佛灯 我们现代人 经常强调 进化环境 进化社会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要从 进化自己 进化心灵做起 所以心灵法门 就是从 进化心灵的 佛性开始的 因为我们的心 在人间 经常被 愚痴 黑暗 无明 烦恼 所遮蔽 我们每个人的自信里 都有一盏 心灯 我们要把这盏 心灯点亮 能够造出 智慧的光芒 般若的光辉 就能赶走你身上 无明和烦恼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怎么会有烦恼呢 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定会有般若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 听师父的 白话佛法 无用无义 就是没有益处 也没有用 是白讲了 讲了半天 什么用处都没有 讲了半天 对方根本不听 不接受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 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